日本咖啡厅真的是人间天堂 穿着女服装接待客人 这要是真的那鼻血怕是要止不住 而在2017年就有这么一部动漫 属性咖啡厅 里面的女服竟然是各种角色扮演 完美满足客人以及店长的任何需求 女主梅香的凶狠表情 就接下咖啡厅店长最爱的斗艾斯属性 她之前因为这个表情应聘 屡屡碰壁 但店长却在看到梅香的第一眼 就彻底喜欢上了她 于是强烈邀请梅香来她店里工作 本来就找不到工作的她 便同怀了同意的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一家咖啡厅竟然有点不太正经 原因是这里的所有员工都被店长要求 扮演一个属性 服务员黄毛扮演的是傲娇属性 另一个服务员棕毛扮演的是魅西属性 但这个棕毛已经是个大学生 你能想象一个大姐姐扮演妹妹 在你面前撒娇的场面吗 哦你家 而梅香的斗威斯属性 似乎是这个店里的新招牌 因为无意把番茄酱弄到顾客脸上 结果梅香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说了一句肮脏 顾客竟然兴奋地飞起 而这也不排除喜欢梅香的店长 也跟着兴奋起来 因为梅香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 所以她决定要好好用心 努力把斗威斯属性扮演好 所以当梅香露西太深 对着店长露出斗威斯属性 她也会顶如珠啊 可终究是刚步入社会的小女孩 在一次无意中看到店长 跟一位异性的亲吻招时 她竟然害羞的一辟 而这异性只是店长的亲戚 在意大利那边 这个吻只是打招呼的方式 对于想要出国留学的梅香 在听到海外的文化 她特别的憧憬 于是在隔天来上班的时候 并有样学样 给店长来了一个义式招呼 虽然时间的推移 店里的客人对梅香的招待 是特别满意 但这也离不开店长的牺牲 因为每次梅香练习的时候 都是坐在店长身上 而店里的客人大多数都是男性 这对于后厨绿毛来说 是致命的打击 因为她是一位喜欢歪歪百合的人 所以只能梅香和黄毛亲自上阵 来满足绿毛这神奇的需求 总而言之 店里全员都不太正常 而店长对梅香的喜爱 也是发自内心的 但梅香是真的天真 对于店长的感情 她是几乎看不见 但梅香也是一个好人 一次为了让店长好好休息 经不起掀出自己的膝盖 让她躺下 结果正好被店员看到 他们第一反应竟然是 抓紧打110 这里有个金发变态 经过这个事情后 店长也更加明确自己对梅香的感情 所以打算邀请她约会 不过梅香没有理解到店长的意思 所以在约会当日 竟然出现了两窄244K的灯泡 只因为梅香误以为这是团建 但这次约会也给了店长很大的鼓励 只因为他们二人都替对方选了一个礼物 并且还是相同样式的 小熊钥匙串 缘分都到这种程度了 真的确定不在一起吗 而后来咖啡厅 又来了一个新员工 红毛 这个红毛回来咖啡厅工作的理由 是因为自己创作了同人本 拿在了店里 最后发现她被店里妥善保管 而自建加入咖啡厅 她认为这里可以给她提供创作灵感 她的女仆属性是姐姐 由于红毛是店里知识上最多的人 所以她服务客人是那叫一个好评 本来最受欢迎的是梅香的斗威斯服务 现在红毛的姐姐服务也成了招牌 但梅香并不嫉妒 反而决定要跟红毛好好学习 但两人的服务风格是截然不同 一个是温柔细腻 一个是暴力对待 梅香想要正常服务 但始终无法改变来糟蹋顾客的方法 就像简单的倒水 她是一杯接一杯的让顾客喝 不许听 这样的店真的会有人想来吗 这天是店里的丹麻尾日 全部人都要扎起丹麻尾 不管男女 而女生因为头发多 所以各种各样的发型 那是层出不穷 但唯独黑长直 是梅香无法驾驭的发型 因为她的头发容易静电 是店长送她的外国护发素起到的作用 而对海外有的极度崇拜的梅香 竟还把这瓶护发素给供了起来 就很离谱 而在晚上下班的时候 因为外面下雨 店长还乐情地送梅香到车站 但是她忘了一个细节 梅香坐车到家还需要走一段路 而没有雨伞的梅香就这样感冒了 一直到自己没有照顾好梅香的店长 格外自责 于是带着店员来到梅香家 打算探望 结果不来不迟到 一来吓一跳 因为梅香家 竟然是个大户人家 而姐姐和哥哥在听到梅香 竟然交到朋友后 竟然纷纷倒地 格外感慨 并且在店员探望的全过程 哥哥姐姐竟然全程偷看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帅气小伙 就是梅香的男友 于是兄妹俩能合伙 对店长进行审讯 势必要从她嘴里问出点什么 毕竟好不容易 有男人喜欢梅香 绝对不能让她给跑了 最后店长在被折腾的 就剩下一口气在时 哥哥姐姐也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店长是真的喜欢梅香 可梅香这个傻白天 却没有明白店长的感情 且还在店长面前无限放电 你有个店长上班时 捧着用了店长送的护发素后 甜甜地说 我现在身上的香味 跟店长是一样的哦 就问你这一物谁能顶得住啊 而最后店长真正组织了一次团建 到河边烧烤 但是选的地方是深山脑林 绿毛黄毛红毛三个死宅 对于需要走路的活动 是打心地的拒绝 所以等到目的地时 他们已经差不多快废了 但对于兴致勃勃勃的店长梅香二人 他们很快就开始处理其料理 而今天的团建到结束后 他们都没能到河里细碎 所以梅香感到可惜 于是店长立刻抓到机会 提议有时间 一起去海边游泳 这个提议尽意外让店长获得了跟梅香去买泳衣的机会 没能要约 店长还在开车 就问这到底怎么顶得住啊 所以开车一定一定要专心啊 不开车的人也千万不要影响到司机 最后店长真的跟梅香一起去买泳衣 而这里有违规镜头 自然是不能放出来的 我只能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被表面这套平凡的泳衣给欺骗了 就店长这出血量懂得都懂 而在泳衣选好之后 自然就是海边福利 各位美女泳衣上阵 别说店长呢 就问在座的各位 有谁能顶住 而福利情节过后 所有人又回到了咖啡厅打工 只不过黄猫因为晒多了 整个人倒显得异常狂野 店长更是凝时把店里搞成了乐的带雨林 试图想要来个主题咖啡厅 但因为这装饰太过复杂 先是梅香找不到桌子在哪 女猫找不到厨房在哪 而红猫 这是各种带颜色的乱搞 最后店里还是回到了云来的样子 而这样有特色的咖啡厅自然是天天爆满 店长为了减轻员工的压力 于是决定再次招募员工 而新招募的人是一位灰毛妹子 她扮演的属性是偶像属性 但如果你被她甜妹的外表所吸引 那就糟糕了 因为这货竟是个男的 好娘娘 但来咖啡厅让她服务的客人 可不管男女 毕竟男人都是专一的 只要长得好看哪怕是伟良都行 而这个灰毛还是万恶之云的表情包 众所周知 这家咖啡厅的女仆们 根本不是用来帮店长赚钱的 而人帮店长来追到梅香的聊机 灰毛一出场就直接替店长出谋划策 别看人家平地里招待客人是可爱属性 但背地里可爷们了 并且情商超高 当然店长要懂得夸女孩 但这种技术活显然不是店长这种小白能做到的 可灰毛自然还有招 不过连出三招却都已失败告终 就连店长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想要告白 可到嘴的话却又吞了回去 店长的脱弹生活又要延后了 直到后来 梅香在外面捡到一条狗 朱莫菲是在暗示店长你这单身狗 而其他人都没办法养 最后这小狗还真的只能留给店长这单身狗养 但网上人常说养狗能脱单 这不 因为梅香为了感谢店长的收狗之情 于是每天都做小饼干感谢他 而店长也是绝不浪费 不久后 那帅气的店长就不在了 大家能看到的是一个吃胖的油腻大叔 于是天平头胃计划只能被迫中止 店长只好每天跟着狗狗去锻炼减肥 眼看这样子下去 何时才让追到心上呢 店长正愁上时 小狗竟然给他提示 因为这祸竟然也爱上了其他狗 但是一次跟梅香外出遛狗时 公园到处都是情侣的身影 就在店长感慨的时候 狗狗也被一只梅狗给吸引了目光 一日不见就吃不下睡不着 而缘分就是如此神奇 梅狗的主人来归还他们之前弄丢了玩具 就在狗狗打算鼓起勇气告白时 梅香和狗的表情直接把梅狗给吓坏 落荒而淘 一人一狗的感情都不顺利 看着天上下落的白血 店长决定带着大家去滑雪团建 然后当场告白 而这次他真的不怂了 店员集体窥视 想要知道最终结果 但是却又发生了意外 因为梅香他在白天玩得太累 睡着了 这个情况的店长斗志瞬间瓦解 他不想再告白了 认为这也许就是命 以后就瞬机自然吧 但没想到梅香就给了店长希望 因为他竟然说自己好像梦到店长 给他告白了 中人都好奇地接下去的话 而他也说自己喜欢店长 终于来了吗 小妹子开一敲了 但下一秒 他就继续说 还喜欢绿毛红毛黄毛等各种毛 得嘞 白说了 而店长的嘴气质入也显然 只要留在下一季了 第一季的动漫到这里 就已经结束了 而漫画好像也已经完结了 真的是一部非常有趣的日常饭 而芒文社出品的更是注定会有百合 本作算是旗下正常水准 但很多人对这种略显单薄的日常剧情 不感冒 所以想要看高深度的人 真的请闹道走 这可是猛男才看的正经饭 那要说里面的妹子我最喜欢的 当属灰毛 虽然她是男的 但是真旧的女装大佬 从来不会把自己当男的